肉类和海鲜是否新鲜 可从颜色、弹性和味道来分辨 如果已有刺鼻的臭味 失去弹性 颜色发暗、苍白、发黑或发绿 都代表已不新鲜并开始腐败 最好不要吃 营养师林冠良指出 如果不确定肉类是否不新鲜 但却要吃的话 就一定要彻底加热煮熟 因为腐败的肉类会有肉毒杆菌 所以绝对不能吃腐败的生肉 肉类一定要冷冻保存 如果一次过大量购买 可以在储藏前 先把肉类分成几个小分量分装好 要煮时依照分量拿取 如此可延长其余肉类的保存期 切记把肉块重复解冻再冷冻 这会让肉类持续变质 那会让肉类的保存下 那会让肉类放了 这会让肉类不新鲜 让肉类放了 那么多元